新的限数令未开始 其实已经有连锁饮品店 用着可以分解的交製品 有餐厅也推出环保罪 只要顾客下次光顺时循环再用 就有折扣优惠 但用的人仍然不多 还是比较少的 之前是有的 很多大部分很多人 都会比较想要那种一次性的习惯 因为他感觉用就是 自己一个人用了之后 有增料之后就是干净 就是那种 对于小一点的店来说 减少用胶就更加难 我们都是塑料吸管的 我们这边很少 对 基本是直接买 总要比较方便一点 另一个问题是 有些胶袋就会写到明 是由不可以分解的HDP造成 但有些就没有 那商户和公众可以怎样分辨呢 摆入回收箱回收的时候 可以分解和不可以分解的胶 又可不可以摆在一起呢 又环保人士说 目前内地对于什么是可分解塑胶 未有一个清晰的定义 而且如果将可分解胶袋 当是塑胶处理 反而可能影响回收 还是认为可将塑料推广要谨慎 因为这个材料 最好我刚才说的 它的应用需要很多条件 如果你后期的配套没有到位 然后你公众的教育没有到位的话 很有可能会造成麻烦 他又说可分解塑胶的成本 比传统塑胶贵几倍 小商户未必负担到 实施会有困难 而且可分解塑胶的产量 距离全面取替传统塑胶 还有一段距离 感谢观看